目前台湾暂时不需要人 但是业者估算的中国大陆需要人 特别是未来五年 这个缺额大约有两万名积虚左右 月薪好一点 折合台币也有三十万上下 而如果是在美国或是澳洲 拿到的飞行执照 比较容易进入大陆航空界 但是相对代价也很高 光是学费至少台币两百万 这个是一个标准机场 它进场灯啊 都全部秀在这边 整个都有 这跟真实的状况是应该 一模一样的 这是一模一样的 教官操作最新版本的模拟飞行仪器 为课程做准备 这可是现在最红的机师执照课程 因为两岸三冬之后 到对岸当机师 成了超热门的工作 中国大陆它是一个 非常快速成长的市场 尤其就是说 它现在几乎是说 它的购计量非常多 以它的购计量来讲 这五至十年内 至少需要两万多名的飞行机师 想要到对岸的东航或是南航 等热门公司当机师 因为当地报考培训机师的机会 非常的少 非常困难 所以现在很流行到美国 或是澳洲的航空学校 报考飞行执照 也就是所谓的自训机师 自训机师课程内容 会先在国内上 三个月左右的七十二小时 基础课程 例如飞行原理等等 然后再到国外进行 两百小时的飞行训练 但是费用不便宜 大概要新台币两百万以上 授课时间大约要花一年左右 自从船航两年前来挖角 是一个月二十七万 现在挖角到一个月三十五万 我们跟中国大陆 这个服务员非常近的状况下 那它是期货可居 薪水那么高 其实过去也有所谓的流浪机师 找不到工作 但是进入海啸之后 两岸三通大举尊财 这个状况大幅改善 所以现在不少国内的律师 或是医师中途转行 只是初期得花一年的时间 和数百万元的费用 值不值得就看个人的考量了 真是张旭正宗台报道